一枚称沙特和阿联酋都有可能会引进中国的FZ31隐身战斗机 那么他们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少 印度媒体欧亚时报最近称 在刚刚结束的沙特阿拉伯利亚德武器防务展上 八家中国武器参战商展示了他们的各类先进武器系统 最令人瞩目的武器恐怕就是中国的FZ31胡鹰隐身战斗机了 这款先进战机未来有可能会出口到中东地区 在这届防务展上 沈飞公司专门为FZ31设立了一个负责出口的办事处 以便在国际上负责推销这款战斗机 中国的展台可以说引起了沙特王储 野门总理伊拉克国防部长等多位政要的好奇心 印度媒体称目前中东国家现在更喜欢购买中国产的无人机 尤其是查打一体无人机 但是阿联酋购买中国的L515高级交代机或许是一个标志 而现在该国的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 采购中国的高级交代机可以看成是该国为从中国引进更先进的战斗机打下了一个基础 欧亚时报称 沙特也有可能向中国采购FZ31隐身战斗机 主要是美国为了照顾以色列的利益 不会向沙特轻易出售F35 而俄罗斯的15系战斗机性能备受质疑和诟病 阿联酋与沙特未来采购主要来源将是中国和美国 如果美国不慢 中国的FZ31在未来几年内就会迎来机会 中国的FZ31在中东打开市场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恐怕还真有这种可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几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中东国家有钱 无论是沙特还是阿联酋都是产油国 他们手里赚着大把的石油美元 那么有了钱就可以让他们花大价钱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价格昂贵的隐身战机 第二中东国家现在正在走武器采购的多样化的道路 由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俄罗斯的一些军工产品出口恐怕会受到美国的严格制裁 那么这些国家选择欧洲战斗机和中国战斗机的几率就会更高 特别是在美国不打算向中东国家出售F35这款隐身战斗机的背景下 那么他们采购目前世界市场上唯一能够买到的隐身战斗机 FZ31恐怕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第三FZ31这款隐身战斗机可以说性能相当先进 完全能够满足这些中东国家的需要 和美国的F35隐身战斗机相比 FZ31不但价格便宜 性能呢还更胜一筹 无论是它的隐身能力 机动能力 超运入飞行能力 以及作战半径 都要比F35更强一点 第四点也就是很重要一点 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售的武器装备 一般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 当然其前期条件是和中国要友好 这种情况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不但会对许多中东国家施加额外的附加政治条件 另外呢他出口给阿拉伯国家的装备 还要受另外一个条件的制约 那就是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不同意美国将先进的武器装备 卖给中东国家 那么这样的交易 一般来讲就没办法达成了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